大家好,欢迎来到MAS学院 上节课我们讲到了我们对象三大特性中的前两项 叫我们的对象的原型,包括第二个得到对象的一个类型 那接着再往下看,把第三个说完 我们第三个对象是否可扩展 也就是指明是否可以给一个对象来添加我们的属性 那在这块来看一下 所有的内置对象和自定义对象 默认都是可以扩展的 那我们宿主对象的可扩展性是用我们的JavaScript的引擎来定义的 那接着再往下,我们如何来看一下这个对象是否可扩展的呢 我们可以通过is extensible 来检测这个对象是否可扩展的 默认的这个对象都是可以扩展的 我们来试验一下 来一个案例 obj 13 12 来看一下 无论使用哪种方式,还是我们的内置对象 默认都是可以扩展的 我们就上面一个对象 obj等于一个号口号 来检测一下这个对象是否可扩展的 可以来console.log一下 通过谁呢 通过object表现一个is extensible 检测哪个对象 检测obj这个对象是否可扩展 默认是可扩展的 这个函数的作用代表的是检测对象是否可扩展 可扩展的意思就可以动态的向对象来添加我们的属性 来运行一下 返回的是一个对处证明可扩展的 同样的我们再来写一个对象写一个内建对象 写成一个obj1或者说d等于一个new date 同样的console.log一下object.is extensible d也是可扩展的 也是处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看一下 可扩展之后 我们如何让这个对象不能扩展的 对吧 可扩展我就可以来添加属性 假如说写个obj.x等于1 这时候我们可以来得到这个属性的值 obj.x 这个没问题 可以来得到这个值 那接着如何让这个对象不可扩展 我们可以通过 prevent extensions 将这个对象设置为不可扩展的 而且不能 记住 如果这个对象被设置成不能扩展的了 就不可以再把它返回去 再把它设置成可扩展的了 这一点需要注意 那接着来看一下 它其实也是我们object对象中的一个方法 现在我们需要通过 prevent extension 将对象变为不可扩展的 也就是锁定了这个对象 可以通过object.prevent extensions 把哪个对象变为不可扩展的 obj对象 它返回的就是这个 原来的这个对象 我们可以把它复成 假如说obj1 此时你可以先验证一下 这两个对象是否相等 console.log一下 obj 等于等于 obj1 你看一下 结果是一个 true 是一个 true 证明是原来的对象 接着你把它变为不可扩展之后 我们再来检测一下 console.log一下 object.is extensible obj1 这时候你来看一下 它返回的是一个false 代表对象可扩展 对不可扩展 那不可扩展之后 其实就是锁定了我们这个对象 防止我们外界的一些干扰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不可扩展了 我们再来向这个对象中 添加属性 obj1 点上一个1 等于一个2 你看一下是否可以 console.log一下 obj1.1 这时候 你看会报一个什么呀 首先没有得到这个值 对 没有问题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为一个不可扩展 我们来添加属性 这时候会不会报错 即使你来看 我们通过它来实现 object.define property 定义一个不可扩展的对象 像我们的obj1 接着设置一下 z属性 直接写一个值 value 对应的是1 那此时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 会不会报这样一个错误 对 cannot define property z object is not extensible 不可以扩展 通过object.define property 来为一个不可扩展的对象 添加我们这个属性 是不是抛出一个type error 这样的一个错误 或者异常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需要注意 同样的 在我们的严格模式中 也不能为一个不可扩展的对象 复制 也是不可以的 这一点也需要注意 这是是否可以扩展 那可以通过它来保证我们这个对象 不可扩展的 那一般呢 我们对象的可扩展性 通常和我们的这个属性的一个 可配置性 或者说可写性 一起来使用 那来看一下 如果说 你想把对象变成不可扩展的 没问题 那接着 你还想把这个对象变成既不可扩展的 还可以将这个所有的自身属性 设置为不可配置的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下一个 通过谁呢 通过我们的seal 看好了 通过seal 就可以将我们这个对象 变为不可扩展的 这是第一项 而且呢 还可以将这个对象 所有的自身属性 变成一个不可配置的 也就是说 不能再给这个对象 添加新属性 这是第一个 而且它的一有属性 也不能删除 或者说再来配置了 但是呢 它的一有属性是可写 或者也可以 是依然可写的 这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object 点上一个issealed 来检测 对象是否已经 什么呀 封闭了 代表的seal 代表封闭这个对象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来封闭这个对象 我们再来写一个 seal这个方法 13 再来看一个案例 另一个 vrobj 里边有一个属性 se y 2 username king 好 有三个属性 这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来添加新的属性 obj 点上一个 age等于12 也可以 那现在来看 我们还可以删除 已有的属性 delete obj 点 x 也没问题 那现在如果把这个对象 给封闭了 通过seal把它封闭了 那接着你再看一下 通过object 点 seal 封闭哪个对象呢 obj 这个对象 它就返回 封闭之后的这个对象 也是原来的对象 假如说我们把它复给o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对象 是不是一个 console 点log一下 obj 等于等于 o 先来运行一下 返回再看一下 是什么呀 tru 没问题 是tru的话 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对象 已经被封闭了 它是否还可以扩展 我们可以console 点log一下 o object 点 as extensible 看一下这个对象 是否可以扩展了 那得到的结果 是不可以扩展的 不可以扩展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可不可以来修改 我们对象上的属性 来看一下 我们想把这个 y 变成一个 23 obj 点 y 等于一个 55 这时候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console 点log一下 obj 点 y 得到结果 仍然可以来修改 这个没问题 但是呢 你不能把一个数据属性 重新定义成我们的 仿门T属性 什么意思呢 假如在这儿 我们再来一个 那好了 定义这个对象 object property obj 这个对象 定义谁呢 定义一下 我们这个 user name user name 把它变成什么呢 变成一个 访问器属性 写成一个get function 这是不可以的 假如说 return一个 list is a test 你看一下是否可以 接着你运行一下 就会报这样一个什么呀 对 报这样一个 refer error username is not defined 是不是写错了 username 好 没有加引号 小心 报了一个type error cannot redefine property user name 这样的效果 不能将一个数据属性 属性 重新定义为我们的 访问器属性 这样的效果 同样的 你来看 我们再想添加一个属性 也不可以 因为它是不可扩展的了 你把它封闭之后 它已经不可扩展了 我们再写个obj 点上一个z 等于一个 77 那现在你来看一下 把它除掉 运行 ob o.z 等于77 来看一下 没有报错 但是也没有添加成功 不信的话 我们来运行一下 o.z un defended 确实也没有添加成功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 你看我们来删除 某个已存在的属性 console.log 我们写这个 o.username 这是可以得到 这个king的 没问题 接着你想把它删掉 看一下 是否可以删掉 delete一下 o.username 接着我们再来得到一下 如果删除成功的话 此时应该反回的是一个 un defended 也不会成功 对 还是我们的king 这样的效果 所以说这一点也需要注意 也需要注意 同样呢 你要通过object 来定义 也会爆出我们的错误 你来看 我们通过object define property 定义一个 或者说修改 也可以 假如说修改一下username 把他的值 变成一个queen valuequeen 这时候 我们再来 console.log po.username 哎 报了一个错误 对 must be an object u 来看一下 是不是写错了 object username valuequeen 没问题 抛出的这样一个 type error property description must be an object 在这一块 你看 因为它已经被什么呀 封闭了 seal呢 代表封闭 那接着 也是 如果你把这个封闭了之后 它是不可以解封的 你可以怎么来判断 是否被封闭了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可以通过 assealed 来检测 log 写成一个object 点上一个 assealed 哦 这个对象 是否被封闭了 返回的是 true 这样的效果 可以通过 它 来检测 同样的 也是 不能被解封的 就像我们 禁止它扩展 也是 不可以把它 反回来的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 比封闭 更严格一层 我们还可以 把这个对象 冻结了 像冻结一个对象 怎么来冻结呢 来看 看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 object 叫phrase 将我们这个对象 冻结 冻结的意思就是 除了对象 设置为 不可扩展的 还有将其属性 设置为 不可配置的之外 还可以将它 自身的所有数据 属性 设置为 止读 如果说 对象的存储器 具有set的方法 那存储器 属性 不受影响 仍然可以通过 属性 复制 电话 他们 那接着 我们可以通过 object 点上 it's froze 来检测 对象 是否 冻结 那接着来看一下 在这儿seal的时候 所有的属性 就不可配置了 不信的话 我们也可以来 得到一下 它的属性 console 点 log一下 object 点是一个get property described 第一个 就是我们的对象 obj对象 检测哪个属性呢 检测一下 我们这个 username属性 你看一下 它变成什么呀 不可 配置的 是false 不可配置的 接着比它 再严格一点 我们可以通过谁呀 通过我们的 phrase 来 冻结 我们这个对象 那接着我们来试验一下 如何冻结 这个对象 再来一个phrase 14 另一个对象 obj 等于一个 对象 假如说我们写成一个prop function 是一个空的方法 再往下 再写一个full 直是一个pin 接着我们可以来添加 一个属性 obj 点上一个test 等于一个 this is a test 也可以来 删掉某个属性 假如删掉 delete obj 点prop 也没问题 接着 如果把这个对象 冻结了 我们可以通过 object 点phrase 冻结一下 我们这个对象 冻结之后 同样的返回 我们原来的对象 假如说 把它付给o 这时候 这时候你也可以先来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原来的对象 可以通过 打印一下 console 点log一下 obj 等于等于 o 这时候得到结果 来看 12 true object objct 是true 接着冻结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对象是否已被冻结了呢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通过谁啊 object 点上一个 isfrozen 检测一下这个对象 是否已经被冻结 接着 得到的结果 也是处 这样的效果 那冻结之后 现在做的任何操作 都会失败 你看 我们来添加一个新属性 o 点一个 x 等于一个 e 接着我们console 点log一下 o.x 这时候你来看 没有成功 得到的是一个 undefended 同样的 你想修改一下 之前的值 你可以先来打印一下 console 点log o.fo 得到的是 kin 接着你想修改一下 你说写一个o 点fo 等于一个什么呢 kin 这时候 你再来打印 o 得到的结果 还是kin 成功了吗 没有成功 注意 没有成功 如果说在严格模式下 还会爆出我们的 这个 异常 还会爆出我们的 这种 type error的异常 这一点 需要注意 那现在看到 这是我们 如何来冻结一个对象 其实呢 在之前 我们冻结的 都是一个浅冻结 什么叫浅冻结呢 我来看一个例子 在这儿 我们可以这样来写 在上面一个对象 obj 等于一个 对象 接着这里边呢 还有一个 属性 internal 再往下 我们来试验一下 object interact.phrase 动结一下 obj 1 动结之后 我们来设置一下 obj 1 点上一个 internal 像这个 属性中 它的属性 又是一个对象 像这个对象中 再添加一个值 属性 再来添加 证明全部 冻结上了吗 没有 冻结 这就是一个 浅冻结 如果说你想 一个对象 完全冻结 冻结 所有对象中的 对象 只要是对象 我们就冻结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 进行一个 逼规的冻结 可以来看一下 简单 带你实现一下 我们可以写上一个 deep phrase 自己来定义一个 deep phrase obj 这时候 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下 直接来写 上面几个属性 crop 属性 包括我们 属性 对应的 key 上面两个变量 object del phrase 把这个对象 冻结了 首先先冻结 第一层对象 接着我们来便利一下 我们的对象中的属性 如果还是对象的话 这时候再来 逼规的进行调用 probe p in obj 接着判断一下 if 如果说这个属性 还有自己的属性 证明它还是一个对象 所以说这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 再继续 递规的 或者说我们取反 如果说它没有这个属性 或者说 这个属性不是一个对象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继续了 那如果说 它是一个对象 或者说还有自己的属性 这时候我们再递规的调用 好 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下 如果 obj 点上一个heath on property 这个属性 接着 或者是 我们取一个反 如果没有 或者是 我们这个 type of prop 等于等于 如果是 什么呀 标是我们的 来看一下这块 我们重新写一下 for where property proper k in 我们的对象 这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它还是一个对象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一下 prop k obj里边的 prop k 把它付给我们的这个prop 接着 接着我们要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 什么呢 来 if 如果 object 点上一个heath on property 如果它还有自己的属性 证明它是一个什么呀 是一个对象 如果不是的话 证明不是一个对象了 是对象 我们还要再进行一个冻结 或者 type of proper 它又不是一个对象 代表的 也是 只是一个属性了 或者 object 点 is frozen 继续 来冻结这个对象 proper 如果它为真的话 我们就跳过 continue else呢 我们继续 调用这个函数 deep phrase 传这个 对象就可以了 递规的进行一个调用 好 自定义完这个函数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试验一下是否可以 在之前 我们声明的这个 就没有可以 还可以向这个对象中的对象 评价属性 那这一次 我们再来声明一个 object2 写成一个 internal 内部的 还是一个对象 这时候 我们把这个 对象 冻结了 使用我们自定义的这种 深度冻结的形式 接着看一下 是否冻结之后 还可以向对象中 来添加我们的 向对象中的对象 来添加我们的内容 接着我们 console .log一下 objr.internal 第二层一个x 来试验一下 是否可以 你看到 得到的结果 是一个 un defended 证明什么呀 证明都被 冻结住了 这代表是我们的 深层的一个什么呀 深层的一个 冻结 这一点 需要注意 接着再往下 可扩展 包括 封闭 包括 冻结 我们已经说完了 但是在这块 还有一些需要注意的 我们再来通过例子 来给大家讲解 方便大家来 理解 这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 如果说一个对象 默认是可扩展的 那它也一定是 非冻结的 什么意思呢 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来 console.log一下 object的对象 点上一个 it's frozen 接着你看一下 这是一个空对象 是否是 什么呀 是否被冻结的 那接着你看一下 它不是冻结的 这个对象默认 是不是可扩展的呀 那但是可扩展 它同样的 是不被冻结的 你看 返回的是 false 证明 不是被冻结的 接着再往下 一个不可扩展的 空对象 同时也是一个 冻结的对象 这一点需要注意 我在这写上注释 默认 对象是 可扩展的 也就是 是非冻结的 是非冻结的 接着再往下 一个不可扩展的对象 对象 同时也是 一个冻结的对象 我们可以来 我们可以来 console.log一下 object 我们生命一个对象 假如说生命一个 obj 等于一个object 点上一个 prevent extensions 把这个空对象 禁止扩展了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console.log一下 object object is frozen 这个obj 那现在 它是否是 被冻结的 那接着来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被冻结的 对 是被冻结的 一个不可扩展的 空对象 同时也是一个 被冻结的对象 接着再往下 一个非空对象 默认 也是一个 非冻结的 那好了 一个非空对象 默认 也是 非冻结的 有这样一些规律 我们可以在上面 一个对象 obj 等于一个 x 这时候 我们可以来 打印一下 console .log一下 object .base frozen obj 一个非空对象 那现在 也是非冻结的 那得到结果 应该是一个 false 这样的效果 也是可以的 那接着再看 如果说这个对象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 不可扩展的了 那再来看一下 它是否是被冻结的 我们写成一个 object object 点上一个 prevent extensions obj 这时候 我们再来打印一下 console.log object 点上一个 isfrozen obj 你看 它得到的结果 还是false 这个对象 是变为不可扩展的了 但是并不意味着 这个对象 变成了一个 冻结的对象 因为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 是不是还可以进行扩展呀 这x的属性 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配置呀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需要注意 如果说把这个属性 删掉之后 它就会变成一个 冻结的对象了 delete一下 obj 1 点上一个x 这时候你再来打印 你看得到的结果 来运行一下 刚才还是false呢 现在变成了什么呀 对 除了 这样的效果 这一点也需要注意 接着再往下 如果说一个不可扩展的对象 而且还拥有一个不可写 但可配置的属性 它仍然是一个非冻结的 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来什么一个对象 一个不可扩展的对象 但是拥有一个 可写 但不可配置的属性 它仍然是非冻结的 仍然是非冻结的 来看一下 写成一个 vr obj 等一个什么呢 等一个 x 接着我们可以来设定一下 object 表上一个prevent 将它变成一个 禁止扩展的 obj 再往下 来设定一下 object define property 设定一下 这个x 把它变成不可写的 writeable false 那接着你来看一下 变得不可写 同样的 现在也是一个 非冻结的 console.log object.is frozen obj 得到的也是一个 false 不可写 但是它也是 非冻结的 但是如果把这个属性 变成不可配置的 这时候 它就是一个什么呀 冻结的对象了 接着再将 x变为 不可配置 那接着你再看 object.define property obj x 把它变成 configurable 变成一个false 那此时 再来打印这一块 obj 来看一下结果 现在变成什么了 对 变成一个 冻结对象了 这样的效果 那你看到 当我们把它变成一个 不可配置之后 它就会变成一个 冻结的对象 同样的 再往下 还需要注意 还有几个规则 一起来说完 大家一起来记就可以 如果说 一个不可扩展的对象 它要拥有一个不可配置 但可写的属性 它仍然也是 非冻结的 在这来写 有一点绕啊 如果一个不可扩展的 对象 拥有一个 不可配置 但可写的 属性 它也是非冻结的 是非冻结的 接着我们来实验一下 在上面一个obj3 等于一个x1 接着再往下 把它 禁止扩展了 obj3 现在我们来设定一下 object 是非冻结的 记住 它也是非冻结的 false 这样的效果 如果说把这个属性 变为不可写 就会把这个对象 变成一个什么样 冻结的对象 将x变为不可写 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冻结的对象 x write table fals 这时候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冻结的对象了 obj3 得到结果 看一下 是 处 这样的效果 接着再往下 如果说一个不可扩展的对象 要是拥有一个访问器属性 它仍然也是一个非冻结的 如果一个不可扩展的对象 拥有一个访问器属性 它也是非冻结的 来试验一下 在上面一个obj4 等于一个 x冒号1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来一个 访问器属性 得到一下 return一个1 简单一点 return一个1 这样的效果 那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变成一个不可扩展的 object 点是一个prevent extensions obj4 那此时 再打印一下 看一下这个obj4 是否是一个冻结的 它不是一个冻结的 因为它有一个什么呀 访问器属性 返回的是 false 这样的效果 有这样一个访问器属性 好 接着再往下 如果说把这个属性变为不可配置的了 这时候就会冻结我们这个对象 来看 我们不叫function 叫test吧 接着object 点上一个 define property 把它变成一个不可配置的 test fngu configurable 变成一个不可配置的 这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个冻结对象了 来看一下 刚才还是不冻结的 接着再刷新 变成了一个冻结的对象了 这样的效果 把这个属性变成一个不可配置的属性 这是我们通过 它来实现的 也可以 那接着我们看到 其实冻结一个对象最简单的 我们是不是就直接什么呀 通过 phrase 来冻结这个对象呀 冻结之后 我们就可以 来实验一下 再来写一个obj5 等于一个 x1 想冻结的对象 直接object 点上一个phrase obj5 这个对象被冻结之后 它也是一个什么呀 密封的 首先你来打印一下 object 点上一个 isfrozen obj5 得到的是一个什么 对 true 被冻结了 接着再往下 被冻结的这个对象 同样的 也是一个 密封的 第二身一个什么呀 issealed obj5 那现在你看一下 返回的也是 true 接着 同样的 也是一个不可扩展的 object 第二身一个 isextensible 是不可扩展的 obj5 接着你看一下 得到的结果 也是一个 true 不可扩展的 对 extensible 可扩展吗 不可扩展 返回的是一个 false 是否被封闭了 是一个针 是否被 动住了 是一个针 这样的效果 这是我们这样一些规则 一些规则 这些呢 也给大家写了例子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 好好地看一下 好好地看一下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些内容 好 那跟我们对象相关的特性呢 我们已经说完了 那在我们这个内置对象这一块 我们这个大部分的内容都已经讲完了 接着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自定义对象这块 基本讲完了 还有一部分很大的内容 就是我们的内建对象的部分 这个内建对象也有很多 我们一一来学习就可以了 其实呢 我们这个JavaScript中的对象呢 很重要 很重要 包括我们之后 要 之后我们这个Math学院 也会给大家开一个 我们JavaScript的一个 面向对象的一个编程 这门课呢 也在制作当中 等我们学完这些JS基础之后 我们再来看这个面向对象编程 也会更加的轻松 所以说这一块 大家一定要好好地来学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下来之后 大家把老师这节课做的例子 都来练习一下就可以了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啊